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SUPERMOTOA本週聊聊新聞的單元 欸 Zip 我這週末去人立保三身廠 然後我目睹了小江 我們的好朋友小江 江直銀先生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江 他的立保三身廠7R6刷破國內車手的場地機 哇塞 非常厲害用640型極具的車 然後就簡單來講就是目前排行榜第三名 因為前面兩名是外國車手 所以我們就繼續期待小江可以挑戰外國GP等級車手的場地紀錄 話不多說就讓我們來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就是凱旋的Rocket 3準備引進台灣 這真的是令我非常驚訝的一個消息 因為我們都知道Rocket 3他的排氣量非常的大 非常驚人 想不到這種車也會有在2020年的今天 台灣這個環保法規非常嚴格 領先全球的今天他有辦法引進台灣 而且你是不是曾經寫過說人家不會引進 我曾經寫過一篇 現在被代理打臉了 我曾經寫過一篇就是什麼 十大排氣量最大的車款 然後跟台灣市場無緣 這次凱旋的這個大改款的Rocket 3 他分為R版跟GT版兩種選擇 那本次台灣引進的版本是GT 他是屬於一個比較適合長途旅行 比較舒服的一個車型 他有一個小風景 座高也比R版下降了23mm來到750mm 整體上來講我覺得是更適合長途旅行 加上他這種大排氣量的引擎 他其實引擎用的是2458cc的三缸 非常非常誇張 他的馬力就是有165匹 然後扭力有220牛噸米 220牛噸米的扭力也很驚人 超誇張 真的是已經比許多的四輪房車還要再大上許多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前陣子有介紹過一篇文章 雖然他是R版 他就是凱旋原廠拍的一個影片 他用R版的火箭在賽道上面 非常極限的這種騎乘操架方式 並且他的那個0到100加速 還幹掉這個我們Karen 720S 跟大家簡短分享 我們去年米蘭車長我們在現場體驗過這台車 必須說真的是 騎起來令我覺得非常的驚訝 不是騎起來 坐起來令我非常的驚訝 你累了嗎 我身高180公分 我覺得我已經算是蠻高的 我第一次坐上車 我會覺得把手離我非常的遠 可見這個車整個整體的外型的份量感是非常足夠的 那最後他的預估售價會到155萬到160萬之間 這個價格真的是很頂級的價格 可是其實說真的雖然說聽起來很貴 可是我覺得對比他直接的競爭對手 就Candy的Diavo 其實這兩者相較之下 你就會發現他的售價其實並沒有非常近 因為大概都是都要破百萬 已經確定會引進了 有興趣的人請趕快上凱旋的北中南展示中心詢問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呢 就是這個台灣被SC Project 排戲館點名為 仿冒出口國之一 該說是台灣之光嗎 臉丟光光的台灣之光 那這件事情其實很有趣 因為SC Project 他在他們的官方網站上面 成立了一個仿冒品專項 他有一個專門的頁面 然後非常詳細的告訴你說 仿冒品的SC Project 排行會有什麼特徵 那身為一個消費者 你該如何辨別 對我覺得他們真的很用心 他們把一些這種細節部分上面能夠去辨別的方式 都幫你在往在上面列出來 其實我覺得他主要差 就是他在他的一些外觀 比如說他在細節焊接的部分 從官網上的照片可以看出來 他那個仿冒品的焊接工藝 很像是那個高直升高一 第一次進攻時要焊接焊出來的那個產品 非常的粗糙 除此之外呢 他在商標的logo的設計上面會有一些不一樣 商標他有列一個很有趣的就是那個SC 他上面都會有S跟C的這個標誌 對SC然後Project 仿冒的會離得很開 然後正版的才會離得比較近 除此之外他的管身的一些材質 還有他拋光的一些技術 也會有點不一樣 那可能還有一些我看不到的 像他採用的鋼材 或他裡面的一些消音裝置的一些材質 因為我們都知道排氣管 他排出溫度非常的高溫 那如果他採用不正確的材質 他可能會排出一些有毒氣體出來 那你長期使用你可能停紅燈 還是你在汽車的時候不知不覺都吸進這些廢氣 還有就是在於他這個工藝上面 他工藝因為他可能比較沒有這麼的精緻 他也沒有一些相關的認證機構去做檢測 所以會不會騎一騎你的排氣管 在騎乘過程中遇到一些窟窿 還是拉高轉的時候他解體 所以這邊還是要小小呼籲大家一下 像我們摩洛車這種非常高速行駛的產品 可能我們在挑選他所有的零件的時候 都要注意這個相關安全性的規範 官網上面也特別提到 如果你是消費者 你想要避免買到防茂品 那你要特別注意 比如說來自東南亞國家中國的這些地方的產品 東南亞國家他就唸出了印尼泰國 台灣跟越南 那我想除了在外觀還有產地可以辨別 他是真的假的之外 他在價格上也是一個很好很好辨別的方式 俗稱雄秘無可惠 意思是價格低廉就沒有質量好的東西 當你一支排氣管正版的價格都兩萬三萬 然後就網路上看到一支三千塊的排氣管 先生你還覺得這是真的嗎 你別跟我開玩笑了 最後就讓我們來揭曉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就是有立法委員要求交通部要嚴禮 取消進行機車還有兩段式左轉 哇那這個議題我想大概每隔半年到一年 他就會浮上政治排面一次 是沒有錯 但其實我覺得他會一直浮出來 就是因為其實中央政府早就已經發函 說這些東西可以取消 對他在2013年的時候 交通部就已經其實就有討論過這些 解禁進行汽車的一些問題 但其實就是卡在地方政府 因為地方政府可能他要顧及地方的名義 那他就一直像這種高速公路開放 或者是這種內側進行機車的取消 他們有些地方就有取消 有些地方就沒取消 像我比較常經過的這個 上班經過的這個新北市 他的內側其實就都有取消進行機車 但我憤怒斷 那其實我騎現在台北市之後 我就發現奇怪有些地方就 你內側車到底就變成有進行機車 你搞的我好亂 對可是我覺得像是以我們在松北地區 長時間在松北地區工作來講好不好 我覺得松北地區已經開放蠻多快車道 可以讓機車行事 其實還蠻多路口都已經有去做這個 甚至也有些路口他是做這個 沒有兩段式的 你可以自己選擇 對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直接走轉 或是你比較怕的話 你就可以兩段式走 不過像是我 身為一個台南人進行機車 真是塗好塗滿 我真不知道回家 每次回家都不會騎車 這就是台灣交通比較弔詭的地方 就是各個地方縣市政府的一些措施 好像有點不同 不在同一個檔次上面的弄感 高價與委員他提出的版本當中 主要是因為去年的18到24歲 摩摩車的造勢率略為提升的狀況 但是他認為國家中央政府 並沒有針對造勢率提高 而做出一些相對應的處理跟改善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些想法 我覺得這些想法其實 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恐怖 像是取消兩段式左轉好了 我們就來可以讓整個路口的燈號 跟路口的複雜度更為簡介 因為台灣現在真的有很多路口太複雜 騎過去你根本不知道你要 這邊到底要不要兩段式左轉 然後你要看哪一個燈號你才可以轉 對像是我有時候騎在快車道 我想要左轉 可是我騎到快路口都發現 哇天啊旁邊有藍藍 我覺得甚至會有一種焦慮的情況 就是你騎到這路口 你不知道到底是要靠內側左轉 還是要靠到外側去兩段式左轉 是的 我覺得這會讓騎士會非常焦慮 那更不用說內側車道要進行機車 如果你有在像交通很繁忙的都會去騎過車 你就知道公車跟繼承車他們是非常非常恐怖 不能講恐怖啦 就是他們是非常一個不確定的因子在路上 他們隨時需要路邊停車 騎機車肉保鐵在路上一定會遇到公車 尤其要靠站時總是容易讓機車族體型吊膽 如果我們可以騎到路的比較像快車道的地方 它其實會讓整體的交通更簡單 我覺得騎車的壓力並不會很難 其實就是用車速來做分流 是的 那你快車你就是靠內車車道去騎 那慢車的話你真的就是靠外車 那就也比較不會有這種交通打結 你常常在路邊看到一個公車停靠 就後面攔像一個捕魚網一樣 把後面所有的摩托車全部都攔得住 都煞車了 然後大家就煞車卡在那個地方 那整個交通其實也就是打結卡在那個地方 對啊 那最後我還是想提一下 我覺得不管接下來的政策要怎麼修正 我覺得我們的在教育上一直沒有做得很好 是 我覺得大家都騎車就是亂騎一通 你考駕照那個一點見別路門秒 考駕照那個說真的 你叫一個國中生來考 那個直線七秒可能他都很輕鬆就可以經過了 所以我覺得最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要從基本的教育開始做起 教育大家怎麼樣在路上安全的騎車 然後有正確的觀念 才可以讓整個交通更加的完善更加順暢 除此之外最近林佳龍部長 也在他自己的FB上面PO出了 有關重機上國道的相關議題 但是我還是覺得啦 真心覺得這是政治問題 不好說不好說 這一次不管是重機上國道 或是進行機車兩辦事取消 其實我覺得可以看出新的這些政治人物 比較年輕的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對這個議題是比較實開放開讀的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或許未來在政府端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點點的轉變跟機會 可是轉變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其實就是慢慢來 因為畢竟這種事情不是你可以一觸可擊的 你說你要把所有全台的競技機車全部吐銷掉 也是要花時間才做得到 應該沒有人改那麼多 應該沒有人改那麼多 所以最後我們就期望台灣的交通會越來越好 同時還是再次強調教育 教育真的很重要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A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